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科院量子创新研究院,记者看到,这台最新研制成功的量子计算原型机几乎占据了半个实验室,包含上千个部件。 经过20多年研究公关,科研团队通过在量子光源、量子干涉、单光子探测器等领域的自主创新,成功构建了76个光子100个模式的高斯波色取样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 它就采取了由76个光子这个输出,然后在100x100的这样一个目前世界上最大尺度的这样一个干涉仪里面进行干涉。 那么这个干涉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完成计算的这样一个过程。 实验结果显示,9张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超级计算机复约快100万亿倍, 同时也等效地比谷歌去年发布的53比特量子计算原型机玄灵木快100亿倍,成功实现了量子计算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量子计算优越性。 9张号展示了量子计算的强大的算力,我们将把它初步用于量子化学的一些研究, 胡论里面的一些组合数学方面的一些研究,甚至也可以用于一些机器学习的研究。 所以它就可以把我们有些传统上认为是比较困难的问题, 用我们的计算机就可以来做一些有效的有益的探索。 科研团队介绍,9张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确立了我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中的第一方阵地位, 为未来实现规模化量子模拟机奠定了技术基础。 随着计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量子计算机将有望在密码破译、材料设计、药物分析等具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开发这些中型量子计算机的一个里程碑。 这项成果很重要,证明了基于光子的量子计算机也可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 我相信有朝一日量子计算机会被广泛使用,甚至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有朝一日量子计算机会被广泛使用,甚至每个人都可以使用。